把那個藍跟列的部分把它加上去 不過跟我們公式稍有不同 因為公式是直接選取 如果說你要輸出的話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你需要怎麼樣呢 利用那個變數去做加減 因為我們的變數 預設值是從2開始 那你不能直接 就是直接用追 你必須把它減掉1 為什麼 因為它的初始值是從2開始 必須把它扣掉一個 然後在乘上什麼 i也必須把它減掉1 因為它初始值是從2開始 把它減掉 and等於這個觀念 後面串接 前後加空白 這個跟以色列的原本不一樣 然後呢 這一減1記得前後刮弧 因為要先刮弧 才會先幫你執行減 在乘上 i減1 ok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 基本上這個邏輯 跟前面邏輯差不多 只是說呢 我必須在 VBA裡面去把它撰寫完畢 撰寫完之後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程式 Ctrl-C 再Ctrl-V 加個清除 然後後面的話呢 把輸出 本來是輸出一個 99條表的公式 把它改成一個 空字串 表示做清楚 那我們來實作看看 把它執行一下 OK 它就很快的 幫我把1乘1到9乘9直接輸出 那清除的話呢 因為範圍都一樣 所以它一個一個幫我把它清掉 執行 OK 全部都清掉了 那這裡的話 當然你可以還可以做一些變化 什麼樣的變化 如果 在我雲端上面有一些變化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類似像各位畫面上 三列加個底色 只要逢三列加底色 甚至好像之前還有做一個什麼 對角線 對角線 加一個那個什麼 只要是對角線的出聲格 你就幫我把那個底色換一下 這個怎麼做 那能夠被刪整除的 剛剛好有用到 有一個叫什麼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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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運算值 能夠被整除的 那這邊的話呢 可能又需要用到一個 就一幅的邏輯判斷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先試著把那個糾索表 然後再加個清除 也許就是再加一個 能夠被刪整除的 給一個格式 然後最好能夠再加一個清除格式 因為格式加上去 那如果你沒有把它拿掉怪怪的 我希望加上去之後 再把它清除掉 或者各位可以想想看 對角線 可不可以加一個格式 輸出的時候 同時加上那個一個格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揪著成本表 然後轉為VBA的這個做法 試試看 讓我們來看 謝謝大家